鳄鱼小丸皮爱洗澡 第三章第六十三关 这一关是一个无限水源关 通过攻击的水源来完成本次任务 知道全部的黄鸭子 上来炸弹炸开 这边打通 利用炸弹把水源冲到上面 吃掉这个鸭子 本关的话一共是六只小鸭子 通过这些水利风扇的配合 记住 不要让清水吃到这些水藻 不然的话 我们全部的水源都会被海藻所吞没 从右边划开血口 在下方放一点水 然后再把右边的炸弹这个位置打开 利用少部分的水吃掉鸭子 剩下还需要继续向下走 吃掉鸭子 然后引爆炸弹 难道说这些水源全部要留掉吗 我们要打开一个缺口 让他过来 过去只有一滴水进入了最后 但是只有一滴水也会算作游戏通关的 这是一滴闯天下了 帮助小鳄鱼完成他的鸭子收集 现在开启第64关 这里左右两个水利风扇 它可以进行上下移动 通过上下移动的巧妙配合来吃到全部的鸭子 如果左边进行发射 右边的话就把它埋在土的后边 相反都是一样的 小的不对 再挖一下土 现在鸭子已经全部吃到 想办法把水源掩入到最后的位置 开启下一关 这一关的话是阴符关 需要按照指定的阴符位置完成消除 只需打开一地 不要饮太多的水啊 如果水源发射太多的话 可能会导致这个水源把下方的 不再第二位顺序的给吃掉 这就超级危险了 差一点就吃掉它了 调整位置 咱们重新发放水源 一滴 两滴 看来需要三滴才能完全消除阴符 寻找一个最正确的位置 来消除这个黄绿色 水源没有上来 再降低一点 看来需要把这个口给挖大呀 不然的话这个水是上不去的 现在需要消除最左边的淡蓝色 需要利用右边的这个风力风扇 这个位置差不多 然后打开缺口即合 好的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如果只剩下最后一个的时候 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你可以随意的放水 并不会担心这个水源被其他位置提前吃到 导致油气结束 看来这边可以直接滑开 现在只需要把水源引入最后的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热鱼 喜欢陪爱洗澡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